介紹過有關輻射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現在就跟大家說說在哪方面影響最明顯 有幾個例子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和白血病這方面是有明顯的關係 在1988年我來加拿大找地方住的時候 有朋友提供我一個消息 他說你千萬不要找那些近電纜的地方 因為加拿大的電纜是在地面的 不是在香港這樣 因為地少所以藏在地下面 它是在地面一座座的 所以很多屋在附近都會貼近 他說不要找那裡 因為有一個報告是在瑞典 它那些把白血病 即是血癌的病人 他們做一個詳細的研究 這些病人是成年人 它將他們現時的歲數 是向後研究 20年之前 他們發覺這些病人 他的童年全部都是在高電壓的地方生長 所以到了他年長的時候 這個白血病就出現了 另外一項消息就是大約十幾年前 有位在大陸來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他20多年前就看到一份有關病童醫院 北京病童醫院的 他在兩年之內 竟然有200個兒童的白血病 那麼他們就研究了 為什麼兩年裡面有這麼多呢 有一個家庭裡面的姐弟 姐姐都是11歲的小孩 好像小他兩三年都同樣是有白血病 他們就研究究竟這200個案 是有什麼共同點呢 結果他們發覺他們的家庭裡面 全部都是鋪滿了雲石的 雲石裡面是放出很多輻射在這裡 因為在地底拿出來之外 真正是好的雲石應該經過長時間的 陽光之下等它的輻射散光 同時是經過很嚴謹的清洗 但是大陸一拿出來就可能用 變成在家庭之中 媽媽拖著寶寶的時候 已經容易接收這個輻射 因為是4至5月 胎兒成長期 你接收輻射是導致她免疫力低 出生之後身體弱抵抗力差 而她出生之後 她在地上爬來爬去 慢慢成長期間 是更加接觸 直接貼著這個雲石地 所以到他們幾歲大的時候 就容易有白血病 而這個是在北京病童醫院 大約十幾二十三年前的事情 是在報章賣出來 在兩年之間有二百個多裡面的 兒童爆血病徵 大家的相同點就是 家裡都鋪了雲石 另外呢 也是在大陸裡面一個報章 看到大約幾個月之前 有一位準備出生的寶寶 爸爸媽媽當然為寶寶的房間做得好企理 油漆的 很開心地迎接生生的寶寶 誰知道幾個月後 這個寶寶已經確診了 有這個血癌問題 後來結果找得出 就是因為那些油 他們用不是最好的油 就算最好的油 你也要等氣味散 因為你油在房間裡 在那裡焗住的空間 寶寶出生的時候 就吸了這些 所以幾個月大就導致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父母就很難過 就說賣了報紙 很多張報紙賣了出來 所以這些複蛇 是對月年幾幼的 甚至是胎兒的影響是最大 而如果他的幼年是在那些環境成長 他到他中年的時候有白血病 這個問題也是很容易出現的 我認識有一對朋友 他是在這裡的 他未曾是去到這個白血病的問題 但是他們的做血系統是出現問題 所以他們的血是比別人 那個血息數是低 時時要去輸血的 所以大家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話 盡量是避免這些環境 如果可以 不要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之內 而真的懷孕的婦女 最好你是用那些防輻射的背心 避免胎兒受影響